这大哥他们家这边都是养牛的 这一片都是吗 这是一个养殖小区 刚才从那边过来看见这个房子不都是吗 对对对 这都是大哥家的牛 也是隔着里边泡的 这肥牛散松的 这每天都给这土啊粪啊都给这里边泡着 我说为什么感觉这牛喘那么急呢 是急 是是 那趴着那黄的 放进去吧 就是有点有臭病吧 有点有点生病了 喘得厉害呢 这大哥家的牛说是跟我家上皮牛 买的是差不多 但是我们家牛都已经出了两个多月了 小牛都进来快两个月了 他们家的牛还养着呢 架子挺大 没肉 这粪每天它就是这样子 你们多久清一次粪呢 我两三天 两三天清一次 咱们家的牛是之前的多少号买的来着 去年5月20号吗 5月20号 这是5月22号 你们是5月22号 嗯 那现在都养十几个月 16个月了吧 快 那16个月了 16个月 16个月了 没有标 这要育肥的话还得 这草子里边是草是 牛黄冲 一黄是啥 一黄 这牛呆的地方环境属实是不太好 就是和我们辽中这边的相比 这个就每天在这个粪堆里边呆着的 就相当于 也不知道是这两天下雨的原因还是咋呢 就是圈里边没有一块是干的 这牛身上咕咕的全都是粪 比我们家的牛还要买呗 然后 他们在这个土地 粪堆里边呆的时间长了 他们的体子都是坏的 都是破的 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家 好几家了 都是这样子 然后大哥他们家的牛是 和我们家上批是同一阶段买的 差了两天 我们家是5月22号 5月20号到家的 他们家是5月22号到家的 你看那个牛 现在就在取啊 这蹄子有的都是这个也是 你看那个前腿 那个前腿 我觉得都是各破的 然后里边感染了 这个也是缺的 这关键他老这里边太湿了 炫酒啊 昨天下雨了 不下雨不能这样 这边高两边挖的应该是走水的 就是下雨下的大雨 下雨了 别再下雨了我们都染了 就是给湿透了 要不然怎么这样 这牛玩家呢 看着好糟醉啊 怎样 你干净的时候干净 脏的时候真脏 好多朋友都说 咱们家牛买的 我天哪 我突然间觉得咱家牛干净的 怎样下雨都这样 我们现在跟着大哥 就要我们去另外一家牛厂 大概有个七八十头牛 然后他们现在也用着我们的饲料 我们去回访客户 肚子看着肚子很大 这牛肚子不小哈 而且这散养的这密度好多 散业份买的300多斤 这牛不错呀 到家居民估计还不长400斤 一直还不到400斤呢 到家的时候 这牛不错 见一眼 它也成长 长得挺好 嗯 也成长 嗯 它也成长 每个月也成 嗯 大哥这卷里多少牛啊 这是23个是 23个 这两边 这牛不放出去吗 这时候不往外泡 这一开始往上出圈来这会 出圈来 马上就该出粪了是吧 马上就出 嗯 你看这边人这个就是不漏 这里边也是实的 靠里边的那个墙根的那个 900多斤 这边的平均800多斤 剩下平均的800多斤 这大概 以后都是用到我们的饲料 对 它没碗料 没碗料 干净 这就咱们一直说这个盖磷 打到平衡了 那就大一个 那一个900多斤 这个牛呢 多好看 这牛长 看这牛长了不错 这牛好 这牛好 看看这牛 质量不错 看到了吗 这边 这个冬天保暖 夏天防热 要不10米网这边热 那边还能养 你看人家多细心 大哥 弄的干干净净的 这也多好 这边过来的大哥大姐 都是我们的两户 每家每户都养的牛 这是前几天发回来的 看 拉股价饲料 这一大溜 里边是玉米 我们前两天刚给拉了一大刮车 那边是玉米截杆吧 但这个截杆 你看没有山西那个白 嗯 这个截杆就不那么白 没有山西那个白 中午没有办了 咱们就咋了 大哥 我这有呢 这大哥也是配合 车都开来了 上去摘 来来来来 拿袋 不用了 哈哈 没没 就都在 在这 别双的手 是这样是这样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 坐下 哈哈哈 看这个牛庞 好干净啊 看看 人家有一个电动的消颤车 人家叫轻的 看着 连一个草刺都没有 干干净净 多好 这是用的我们的饲料 15%育肥的 这现在装的是苞米 这出来看看挺好的 有的时候也能学到好多好多东西 然后 我们一直都在回访客户的路上 当然了 对我们饲料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好 等好 好 好 对 好 好 谢谢大家